美國駐敘利亞部隊星期一受到一枚火箭攻擊 幾個小時前,美國軍方說對敘利亞和伊拉克邊境地區受伊朗支持民兵的三個目標發動攻擊 這些民兵利用這三個目標對美國人員預告去設施發動無人機攻擊 反對伊斯蘭國國際軍事干預行動發言人馬羅托美軍尚教在推文中說 當地的晚間時間大約7點44分,駐敘利亞美軍遭到多枚火箭攻擊,無人傷亡 馬羅托美有說明哪一個是對這次火箭攻擊負責 五角大樓婚人阿比表示,美國連夜對真子黨以及薩爾德烈士女使用的武器庫以外行動設施發動了攻擊 兩個攻擊目標在敘利亞境內,一個在伊拉克境內 《白宮新聞》被刺3.2控制一對記者說 對美國部隊的攻擊需要停止,這就是總統昨晚下令對美國人員發動智慧行動的理由 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麥肯石上將6月15日在開羅接受美國資金採訪時表示 美國駐伊拉克部隊在一個越多一點時間內三次遭受無人機襲擊,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麥肯石說,伊拉克有很多無人機,但有些是本地,有些是來自伊朗,他們十分肯定 國大陸發言麥肯納以替海軍宗教星期一補充說 受伊朗支持的民兵今年4月以來對美國聯軍人員在伊拉克境內使用的設施 至少發動了5次單獨無人機攻擊,而且目前正在對美軍及聯軍部隊發動火箭攻擊 他說,美國並不尋求與伊朗衝突,但他們是完全能保護在當地的部隊對任何威脅或攻擊作出回應